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雄 这期我们来聊聊恋爱 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 很爱问一些宋命题 我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前女友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我说不会 就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 因为你能得到的答案只有不会 没有哪个男人会说实话的 对吧 不可能她问我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看情况吧 试试难料的嘛 你有好的介绍吗 还是不可能 女生 她们有时候问问题呢 真的不是作 就想你哄一哄她 她可能要耍个赖或什么的 你就哄一下她就好了 很简单的 有一次我前女友她下班之后 她问我 她说 好烦啊 你说为什么老板会拒绝我的方案呢 我以为她真的想知道原因 我就直接说 因为你的方案不行啊 你看这里就不对 得改 过了十分钟我就跪在地上说 是我不对 我改 太蠢了 男生不要这样子 不要去解决问题 女生她这个问题的背后 是在骂某个人 你就跟着她去骂就对了 男生要做的真的很简单 对吧 比如女朋友下班了跟你抱怨 说 哎 好烦啊 你说为什么老板又拒绝我的方案 她就是有病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我下次见了我帮你打她 然后女生就会 哎呀 没必要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哎 跟老板也没关系啦 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来了个新的女同事 她肯定也有病 虽然我没见过她 但是看她不顺眼 真的 下次见了我就帮你打回她 真的 没必要这样子吧 也有可能就是我的方案不太行吧 我就 这是你自己说的 她还爱在一些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问我问题 很烦 有一次我跟大家去看一个动画片 叫彼得兔 你们看过吗 可能有 里面有段情节就是一群兔子 他们在讨论 要爬上一棵很高的树 然后就爬上去了 我看到这里她居然问我 她说 哎 这有点不合逻辑了吧 兔子怎么会上树呢 就我都崩溃了 我都 喂 我说大姐 这群兔子都会开口说话了 你还管她上不上树 他们甚至可以去上坟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她还会问一种题 我称之为细节题 就是你得回忆起 你女朋友的点点滴滴 对吧 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还记得我的星座吗 我当时突然忘了 但男人是很嘴硬的 我们不会承认自己忘了 我们会做什么 拖延时间 赶紧回忆 拖延时间的方法就是 不断重复女生的问题 当时她问我 她说 你还记得我的星座 我说 你的星座 你问我你的星座 在一起这么久 你居然问我你的星座 我脑子在想她什么星座来着 我只记得她的生日是10月29 但我忘记什么座 她说你是不是忘了 我说 我会忘 你说我会忘 开什么玩笑吗 10月29还能是什么座 还能是什么座呢 我还是没想起来 她说如果你真的忘了话 我恨你一辈子 我说天蝎座 虽然我不信星座 但是天蝎座是真的爱记仇 水瓶座最爱流泪 对吧 真的 虽然我刚才吐槽了很多 好像女生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女生问问题 是真的能问出点东西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 在不断重复你的问题 那就是心虚的表现 你回去就可以问一下她 你说你跟这个女的什么关系 这个女的 我跟这个女的 你居然问我跟这个女的 什么关系 八成有关系 真的 如果她开始反问你 那你觉得我跟她 能有什么关系 九成 如果她甚至开启了玩笑 说行行行 我跟她关系不一般行了吧 百分百 真心话 就是通过开玩笑说出来的 谢谢大家 我是大雄 谢谢 谢谢大雄 谢谢大雄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 作为这个水瓶座 水瓶座 是 我在 我听到同感 那个送命题的 那个环节上面 就前几天 因为我新生生日了 我们去clubbing 然后我就 做一般朋友 我前面看到的女生 身材挺好 挺漂亮的 上海的姑娘 也是挺漂亮的 出来玩的时候 然后我就 老公有没有看到 他一般会扫一眼就 有吗 没有 但已经看了 但是你在路上 如果你有看到帅哥 你老公正好在旁边 你会怎么样 直接看吗 我真的会直接看的 我们为什么都特别直接的 就是看也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看一下而已 女生可能可以更直接一点点吧 没什么关系 这男生会要 男生真的会想很多 我们是真的在看 有可能就是 你们是谁 你说你好吗 还有一点 我对你不太满意 你女朋友就你女朋友呗 你你们你们的 哪门呢这些 攻击范围有点大 是吧 对 其实这套是比较冒险的东西 我这次找不着嗨点 然后感觉 说的所有事都特别有道理 然后就要学习 跟上课一样 就是没有 对吧 上回那个感觉 他上回特别好玩 对吧 生活之中 搁进了很多综艺节目的 特综艺节目的音效 那个特别有脑洞 今天这个呢 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事 已经听着有点 有点平平无奇了 所以我希望更有嗨点 大雄应该会更棒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OK 恭喜大雄 获得三个拍灯 进入等待区 接下来有请 本组最后一位演员 上一季呢 作为新人 很受大家喜爱 在线下 也经常 据说啊 经常有一些人 追着他买票看 掌声欢迎小北 小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呢 这个有个主题啊 是恋爱 我想和你谈谈 其实我想说的是 恋爱综艺 我想和你谈谈 我去年上了 投票大会之后呢 有恋爱综艺找过我 然后当时经纪人 跟我介绍 他说 这是一个艺人和素人 谈恋爱的节目 那么我说 我作为艺人来说 还要多了解一下 对不对 我说呢 这个节目有多少个素人呢 经纪人说 加你一共三十个 我说行吧 然后当时又联系到导演组 导演组给我介绍 这个什么节目 这是五位女艺人 和三十位男素人 的一个恋爱组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五位女艺人 和三十位男素人 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个平等的恋爱节目吗 这不是女明星快乐屋吗 也不见得快乐 然后没有去啊 我就开始看恋爱节目 这两天真的非常多恋爱节目 现在恋爱节目真的很假 我很难代入进去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巨男美女 工作体面身心健康 这种人怎么可能 是谈不到恋爱的人 就照着我这个刻板印象来看 我觉得他们不伤害别人感情 就不错了 而且之前确实出过事 上了一个热搜 当时一个恋爱综艺 两个素人在一起之后 发现这个男的 跟别的女生聊七七八八的 然后被网友一顿捶 当时我都懵了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素人人设还能崩的 我觉得节目组啊 如果真的想为我们这种老百姓 做点实事的话 他就找一些那种单身很久 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何广志 解决一下社会问题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恋爱综艺 真的太气人了 你知道那些人都太会演了 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看个恋爱综艺啊 一对男女去逛超市 当去冷藏区的时候 那个女生准备打开冰箱 拿一个东西 那男生突然说 你等会儿 你离冰箱远一点 不要冻到你 我说等会儿 我说什么叫冻到你啊 我说这个女生 是不会使用冰箱是吗 如果你不说的话 她就马上进冰箱里了是吗 她说你走吧 我到家了 不知道怎么想呢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女生过两天呢 就真的感冒了 只能说巧对吧 然后男生第一反应就是开车 然后出去买药去了 这种节目一般都能观察嘉宾 观察嘉宾看到那个镜头都疯了 都说 他也太甜了吧 我说哪儿甜了 我说这不就是卖卖棋手吗 那个观察嘉宾很大的责任 就是烘托现场气氛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讨论 他说现在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 他们的感情很容易急速升门 我说你放屁 屋里还有几个身上大哥呢 没有错 不然会怎么有这么多镜头啊 你知道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节目 跟我小时候看得太不一样了 你知道 我小时候看的恋爱节目都很真实 我小时候看的是《非诚勿扰》 你还记得那个节目有多真实吗 就是一个男生上来 说大家好 我是 没等这个男生说完 那女生说 这也太丑了吧 就把灯摁了 你知道吧 然后随着那个男生介绍自己 然后听到那个灯 然后直接开始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那才多真实 而且我觉得 现实中的爱情 不会像恋爱综艺那么做作 因为现实中的爱情 都是互相折磨 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女朋友突然有天问我 她说小北 最近发明出一种 能够让男人体验分娩痛苦的仪器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没听懂 我上网上查 然后弹出来第一个词条写的是 男子体验分娩痛苦 痛到发抖 女朋友在旁边感动到 泪流满面 我心想那是感动的吗 应该是笑出了眼泪吧 你知道吗 我还问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让我体验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么疼 我女朋友说 让你体验这个东西之后啊 你知道我们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姐妹们 我们男生体验之后 第一反应 不会觉得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们只会觉得 还好是个男的 我下辈子还要做个男的 我要做男人forever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让老公 体验那个东西 男人那个德行 你们还不知道吗 没有体验之前 你老公陪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在旁边问 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你老公说 宝贝以后加倍对你好 所有包都卖 所有家务都我做 假如体验之后 你旁边问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我知道啊 而且这次疼了之后 你得到了一个宝宝 上次我疼的时候 只得到你的嘲笑 你看 就是现实中的这种爱情 确实残酷啊 然后折磨啊 没有恋爱尊艺甜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勇敢地 在现实中谈恋爱 因为生活中 体验了真实的痛 才能体验到 真正的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谢谢大家